拥抱也代表哲軒最真摯的祝福 多年戰友林哲軒一現身 高國輝強人的淚水瞬間潰堤了 一起穿過冠軍的滋味 棒球情人高國輝親自向球迷粉絲說明 在今年球季結束後即將隱退 我為了想要打好成績 那真的自己在二軍那邊 花了很多時間在練習 每樣都找不回 就是自己很好的狀態的那種感覺 在加強比賽成績比賽的機會也越來越少 長期累積下來的傷勢 讓高國輝在球場上沒辦法好好發揮 在六月萌生了退役 希望把舞台留給年輕選手 突如其來的震撼 但讓情同兄弟的林哲軒很不捨 畢竟跟他分戰這麼多年 又是自己好朋友 就是看他突然做這個決定 其實覺得是蠻難過 因為自己一時間也是 因為沒辦法接受 過去兩人都曾披上中華隊戰袍 同樣都有旅美經驗 繞了一圈再回到中華職棒 共同效力於撫棒漢將 一起走過彼此受傷低潮 但高國輝還有個最大遺憾 未來真的當完教練 你沒有辦法再像過去一樣 在球場上盡力奔跑 然後就是全力揮棒 遺憾的是就是 真的很想幫漢將拿一座總冠軍 今年37歲的高國輝 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打棒球 30年的球員生涯將畫下休止符 未來高國輝也不排除 接下的教練職務 繼續在棒球界做出貢獻 繼續為張信志同樣雲層報導